大家好,今天快乐枪员为大家展示如何擦一把手枪 今天我们选择的手枪是Springfield的AT-D9 Tactical 在擦枪之前首先要确定在你的擦枪的桌子上 甚至你这个房间里没有子弹 把子弹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然后再检查这把枪是没有装弹的 首先退出弹夹,看弹夹里没有子弹 然后拉开套筒,确定枪躺里也没有 甚至伸出手指去试一下 我们建议在擦枪的时候呢,戴上手套 因为这些化学试剂还有枪上的火药、铅都对人体有害 并且我们建议大家戴上眼镜 主要是防止化学试剂和一些小的零件弹出来的时候伤到眼睛 首先要把这把枪拆开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枪里没有装子弹 然后对于这把枪,它前头有一个tick dog lever 把它推上去 然后release the slide stop 再扣一下扳机 所以一般的枪枝你在擦,擦洗维护的时候 拆成这几部分就可以了 套筒 枪管 后座弹簧组 下机匣 和弹夹 擦的时候呢 因为枪管里面是在你射击的时候 但要发生高温的燃烧的地方 所以呢里面会有很多的积碳 火药残渣 铅 铜 是最脏的 所以擦枪的时候从枪管开始 首先 用一块 一般我是用microfiber的布 你也可以用普通的棉布 比如旧的背心啦 先把它大概上面的一些 火药残渣和一些dust擦掉 里面我说了比较脏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 会有很多的 这个积碳 在擦枪管里面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 叫boar cleaner boar嘛 就是管子 专门擦枪管 就是管子 专门擦枪管 首先用一个patch 然后取出一根rod 这个rod一般都是铜制的 因为铜比较软 它不会划上你的枪管 就先把它插入 这个 文化 才能 好 重 转移 砍 转移 用这个patch蘸一点 Ball Cleaner 注意擦浆的时候 最好在空气比较流动的地方 因为这些化学日记都有一定的味道 比如这个Ball Cleaner 味道就很大 好的让它从枪管里面 这样就涂满了枪管里面 这时候先不要去管它 先放在一边 让它的化学日记发挥作用 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擦其他的部件 所以在我们等待Ball Cleaner 在枪管里面发挥作用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可以清洗其他的部件 这个后座探房组可以拆开的 有些它是套上去之后 另外一边又有一片 把它卡在这里 那拆不开 这既然可以拆开 你可以去擦拭一下 一般这个弹簧的rod 它的guidingrod不会很脏 因为在这个部件没有什么高温 没有什么燃烧 这个弹簧呢 我喜欢一般是这样把它擦一下 好的 当然如果你发现这个guiding rod上面比较脏了 你也可以用一些清洁剂 比如这种干cleaner 说到枪子清洁剂呢 有干cleaner 但是也有这种 如果您稍微懒一点 想偷懒的话 可以用这种叫CLP 它是结合了C就是cleaner L就是润滑 P就是保护作用 所以是三合一的 现在我们来擦一下这个套筒 也是一样 先用这部把它大概擦拭一下 然后可以喷一些cleaner 这个这些real的地方一般会比较脏 而且你要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磨损 大家注意 我在擦套筒的时候 我一直保持尽量这个角度 我不会把它调过来 因为你当喷上这些溶剂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撞针在这里面 这个有一个小孔 如果你把它调过来的话 这些试剂容易进到小孔 装针上就沾了这些油 所以要保证不让这些溶剂进到小孔里面 因为装针就怕有这些油啊 有些化学制剂 沾了之后 它就容易吸附那些 各种比如说火药残渣 各种其他的这个dust 然后就会出现malfunction 喷过试剂之后 我们现在来刷它 因为这个套筒是钢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铜刷 这个小的real的地方 可以用这个细的这套 那么容易刷它 我们现在做这个 可以用这个小孔 去试剂之后 把这些游戏 这个转换 就是一个小孔 就会用这个转换 再用这个转换 就会用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 就会用这个转换 转换 注意在这个Bridge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每次激发的时候 那些高温燃烧会导致这些会有一些积碳 所以会比较黑 现在要把它刷干净 然后还有这个小的钩子 这个抓壳钩 这里面会积很多脏东西 如果你不把它刷干净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导致在抓蛋壳的时候抓不住 会出现没有放射 所以你要把这个钩子刷干净 我们 Wilson 烘的钩子刷干净 然后我们再来击换梅子刷干净 然后将刷干净 现在有一个钩子刷净 然后这个钩子刷干净 所以看到他的钩子刷干净 然后链子刷干净 然后我今天按钩子刷干净 这样子刷干净 现在要用布把刚才刷过的 这些脏东西把它都擦下来 大家看我们有干净的玻璃 大家看到有多脏 其实这把枪没有打过几百发 有些小的地方擦不到 就可能需要一些小的工具 这些工具很类似于大家在自己的牙医呢 洗牙时候见到的工具 但是比他们的那些工具要软 这个都是polymer塑料的 这个是铜的 不要用钢的呀什么的来擦你的枪 这些工具有很多的地方 就像这样的工具 所以我们可以用钢的工具 但是我们可以用钢的工具 这些工具有很多工具 它是用钢的工具 但是我们可以用钢的工具 擦枪的过程不仅仅是把你的枪擦干净 更是一个来检查自己的武器的一个机会 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零件都正常的工作 有没有不正常的磨损 如果有不正常的磨损呢 你就要去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没有它造成更大的malfunction之前把它解决掉 不要在紧急情况下 当你需要使用这支枪的时候出现这些问题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家知道吗 在整个这个枪的里面 这些零件里面 这部分 是才是算作火器的 大家可以看到序列号 在夏季侠上面 呃 如果 你要运输这一部分 正因为 它是被算作火器 所以你即使不是运输的整枪 只是这一部分 也要把它锁在一个盒子里面 或者放在您的车的后备箱 大家一定要记住 也是一样 我们先 把表面的这些脏东西先擦掉 然后我们用 cleaner 喷一些 因为这把枪的夏季侠是塑料的 所以在刷它的时候 不要再用同刷了 换成尼龙刷 或者就用普通的牙刷就可以 拔着 就是 对 这个 就是 说 ok 现在要把刚才刷下来的这些脏东西擦掉 这些脏东西擦掉 有些细小的地方呢也是要用工具帮你再擦一下 这些脏东西擦掉 这些脏东西擦掉 这些小的地方呢也可以用Qtip去清洁 我不是很喜欢用就是因为Qtip有时候会出那些纤维挂在一些小的零件上 OK 现在LOWER就已经查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套桶LOWER后座大方组都已经擦好了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枪管 枪管表面呢也是用这个Cleaner 噴一下 因为枪管是刚的所以呢又可以用刚才用过的铜刷了 大家要注意在这个枪管一般它这底下就有一个RAM这个地方呢你打一两百发子弹之后它就变黑因为碳机在这 一定要把它刷干净 OK 把它擦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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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干净 好了 9毫米了 还有刚才的这根RAM 记着擦枪管的时候最好是沿着它的这个从后往前的这个方向 因为里面有这个来附线 因为里面有这个来附线嘛 因为里面有这个来附线嘛 顺着它这个方向 你可以这样推 也可以 从这边进来 这样拉 有的时候拉这个方式更好一点 因为这样 这个手枪枪管还好 如果是很长的枪管 因为你是怕万一推的时候 这个RAM不够结实 弹的甚至舌在里面就比较麻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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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把里面擦下来的这个脏东 刷下来的脏东给擦掉 我们需要 这种叫Jack 它也是根据不同的口径 来做的 好 大家可以看看 参考里面有多早 可以放过来再用一次 好 好 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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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面器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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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你的这个白色的tatch出来上面没有什么黑的了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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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 就像镜子一样亮了 应该 再彻底擦干净 OK 现在都擦干净了 那么最后一步 润滑 润滑的时候 主要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不要放太多的油 刚才讲到了 这个枪上很多部件 如果粘了太多的油之后 它会容易吸附那些脏东西 吸附这个炭啊 火药残渣什么的 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不正常的磨损 造成malfunction 所以只需要在一些磨损的地方 大家可以注意看自己的枪的说明书 上面一般会说明某一个部件 需要多少的润滑 主要的地方有这个套筒上面的轨道的地方 一般我就是放一滴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地方 如果你看到有磨损 可以稍微再上蹭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枪管上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那肯定这些地方会有金属与金属的摩擦 给它一点点 给它一点点 可以稍微涂开一些 或者漏了也是一样 可以轨道的地方 会一点点 然后现在就可以把枪装回去 把枪装回去之后 使用这个slice down把它锁住 然后记着刚才的take down level把它放回来 然后再release 再来确定 你把它装回来正确 可以dry fire一下 直到安全的方向 然后扣动扳机 扣动扳机之后 不要松开 帮松开 然后拉一下套筒 这个时候慢慢松 这个时候慢慢松扳机看看是 是不是它的seer能够reset 听到这一响 就是reset 再扣一下扳机 好 这证明它能够正常工作 你把所有的零件都装回正确 嗯 弹夹 弹夹 弹夹其实一般不需要 呃 擦洗 呃 如果觉得很脏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 大家可以看到 它底下有一个这个door plate 这边有一个 把它按一下 这时候手要扶住它 因为里面有弹簧 不需要 不想它把它 这个底下这片弹飞掉 好 这个弹簧 这里面有follow 呃 你可以用布把它里面擦一下 我的建议是 如果这把枪是你 呃 家房的墙 那你最好 准备 准备两套 这个弹夹 一套呢是经常在八场用的 可能会摔啊 会磕磕碰碰 再有一套 记得我说的是套 而不是说一个 在八场用 一个在家用 一套呢 你可以是两个一套 四个是一套 因为你呃 真正需要的时候 有可能还需要换蛋夹 雷露 特别是加州 蛋夹只能十发 一个蛋夹应该是不够用 一套 它黄的也是一套 可以像刚才的办法 把它擦一下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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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5 10 11 11 这样 大家就擦好了 所以这就是整个擦枪的过程 谢谢大家